第47届中橋升輝夜籌款活動在3月16日舉行 卑斯省省督奧斯丁、省長雲大衛 以及多名政界人士慈善家都有出席 在溫哥華各界人士的鼎力支持下 超額完成今年的籌款目標 總共籌得超過55萬元的善款 這些善款將會對中橋互助會在社區計劃有重大幫助 因為當中有部份計劃仍然未獲得 又或者只是獲得部份政府資助 例如輔導服務、四種語言的心理熱線 以及針對長者的社區計劃 今年中橋升輝夜以仙境花園為主題 當晚節目除了有中年吐聲音歌手李佳 和羅啟豪的精彩獻唱之外 還有雞尾酒招待、現場拍賣和抽獎活動等等 每一個環節都很熱鬧、氣氛相當好 而看完他們的精彩表演 我們便來和李佳和羅啟豪聊聊天